第五千一百五十六集 郑少皇 你输了 慕容无言催动铁王座 浩瀚的钢铁气息 忽天盖地的横扫 郑少皇的躯体 瞬间就僵硬了 下半身铁化 动弹不得 只要慕容无言愿意 他立即可以将郑少皇 完全铁化 灭杀对方 这铁王座恐怖的威力 连慕容无言自己都震惊 全场人更是惊骇万分 铁王座在慕容无言手里 威力都这么厉害了 要是由传说中的轮回之主 亲手催动 那会可怕到什么地步的 慕容少爷 我认输 我认输 求你放了我 郑少皇彻底慌了 下半身动弹不得 双手连连向着慕容无言作依 唯恐自己会被灭杀 郑家长老郑挚神色一辰 喝道 慕容无言 这铁王座 你从哪里来的 难道你竟然与轮回之主勾结 你知不知道 轮回之主 是我虚玄宗的大敌 慕容无言哼了一声 信仰却是非常坚定 轮回之主 只是你们郑家的敌人罢了 我们慕容家 可是轮回的信徒 这番话落下 虚玄宗旨中 属于慕容家的弟子们 皆是欢呼呐喊 为慕容无言喝彩 宗主正空目光凝重 手掌一压道 不要吵了 听到宗主发话 众人顿时安静下来 正空接着道 信仰之争 与现实无益 不管是信奉古神之主 还是轮回之主 我们终究 还是要靠自己修炼 正空是个很现实的人 并无意为信仰争执 曾经他也很信奉古神之主 但想到古神之主 其实就是羽皇谷帝 而羽皇谷帝的性格 出了名的刻薄寡恩 为人十分狠毒 正空的信仰念头 就彻底冷了 此番看到慕容无言 借用了轮回之主的法宝 正空也不追究 只是徐徐道 今日首席真传之争 既然郑少皇已经认输 但胜者就属于慕容家的 慕容无言 顿了顿 他看向慕容无言道 无言 你将代表我虚玄宗 去参加太上功德战 可不要让我等失望了 慕容无言内心激动 拱手道 请宗主大人放心 弟子必定竭尽全力 正空欣慰地点点头 既然身为郑家家主 须玄宗宗主的正空 都站在了慕容无言这一边 那在场的人们 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郑家的弟子们 只能沮丧地 接受这个结果 慕容家的人们 则是欢呼雀跃 兴奋莫撞 只有郑家的长老郑智 阴沉着脸 很是不悦 征战结束 慕容无言 并没有忘记 夜晨的嘱托 拱手向正空说道 宗主大人 我想观摩虚玄图 参悟武道 还请恩准 正空点点头道 准了 你去观摩便是 但还是老规矩 你不能将虚玄图带走 只能在奇珍洞府里观看 慕容无言道 是 他不着痕迹地 看了看夜晨 使了个眼色 夜晨心脏跳动起来 若是能顺利拿到虚玄图 他就可以救爷爷出来了 慕容无言辞别了众人 独自前往奇珍洞府 奇珍洞府顾名思义 就是收藏奇珍异宝的地方 这个洞府 也是虚玄宗的重地 慕容无言自然不能 大摇大摆地 带着夜晨进来 但他心里另有计策 大步向着奇珍洞府走去 守在奇珍洞府门口的长老们 早收到宗主正空的法御 当即恭敬侧身 让慕容无言进去 慕容无言大步踏入洞府 立即照出铁王座 隔空向夜晨传念道 夜大哥 你过来吧 夜晨混在虚玄宗人群里 正与慕容飞雪等慕容家的族人们 庆祝慕容无言的崛起 捕捉到慕容无言的意念后 他立即走到一边无人处 撕裂虚空 直接赶去奇珍洞府 奇珍洞府防守森严 如果是寻常的破虚手段 必然会引起虚玄宗的注意 但铁王座就摆放在洞府里面 有了铁王座的引导 夜晨一个闪身就穿梭虚空 出现在铁王座上面 完全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夜大哥 慕容无言见到夜晨来了 惊喜地叫了一声 夜晨点点头将铁王座收起 环顾四周 这个奇珍洞府所收藏的天才地宝 颇为丰富 琳琅满目 当然 这些天才地宝 并不能入夜晨的眼 他拥有旧日宝藏 收藏太丰富了 一般的奇珍完全看不上眼 唯一能吸引夜晨目光的 就是悬挂在墙壁上的一幅画 那是一幅山水画 画中的山水烟雾环绕 那一缕缕雾矮 居然是流动着的 非常奇妙 凝望着画中山水的时候 夜晨的道心居然隐隐 进入一股奇妙的境界 似乎有什么领悟了一般 这就是虚悬图吗 果然是玄妙神秘 夜晨站在那幅画面前低声道 是的 夜大哥 这就是虚悬图了 画中之山水 传说是一位太古大能所绘制 奥妙无穷 可以封印神魔 也蕴含着磅礴的道运 可让人道心明悟 有天大的好处 慕容无言解释道 说到虚悬图的时候 他语气里带着一股自豪 这虚悬图是虚悬宗的质宝 妙法无穷 他的确也有自豪的资格 夜晨仔细凝望着 就捕捉到了更深的玄机 这幅虚悬图绘画所用的墨水 居然是带着一丝天魔星海的气息 天魔星海是四大最高神器之一 魔神族的至宝 绘画虚悬图所用的墨水 就是用天魔星海的海水 特制而成 夜晨察觉到这一幕 也是暗暗心惊 难怪当年虚悬宗 凭借一幅虚悬图 就敢冒险去抓捕天妖悬妖 天妖悬妖都曾经被封印在 天魔星海里面 这幅虚悬图正与天魔星海有关 一旦笼罩下来 虚弱之下的天妖悬妖 也有被封印的危险 天理圣所那边的封印 正是以虚悬图布置 故此诡秘莫测 悬之又悬 连夜晨都破解不了 他爷爷被困在里面 也出不来 妙啊 夜晨将虚悬图摘了下来 一阵赞叹 这幅虚悬图的确是 无比的精妙 奥秘无穷 慕容无言看到夜晨摘下图卷 却是一阵心惊胆战道 夜大哥 你借用虚悬图可以 但只能借用半个时辰 要是时间拖久了 我没办法替你掩饰 半个时辰之内 你必须将图卷还回来 夜晨点头道 好 我知道了 半个时辰足够了 说完 夜晨收起虚悬图 而后催动虚碑的力量 离开这个奇珍洞府 虚碑可以轻松 破开虚空 不被人发现 夜晨悄无声息地离开 奇珍洞府外的守卫长老们 没有谁发现异样 慕容无言留在洞府里 提心吊胆地等待着 这个时候 郑家长老郑智 却是带着几个护法 大步来到奇珍洞府之外 郑长老 你怎么来了 守卫的长老们看到 郑智来了有些意外 郑智脸色阴沉道 我进去看看 守卫长老们恶然道 可是慕容少爷还在里面 郑智哼了一声道 爬在里面 怕不是和外人勾结 偷走了我虚玄宗的重宝 也不顾守卫长老们的阻拦 立即带人冲到洞府里面 慕容无言正在洞府之中 听到外面吵吵闹闹 然后就见到郑智带人进来 脸色一下子苍白 郑长老 郑智目光扫视一圈 看到虚玄徒不见了 面容顿时冷静 众多守卫长老们 也跟着进入洞府 然后他们也呆住了 因为洞府里最重要的法宝 虚玄徒不见了 慕容无言 虚玄徒在哪里 郑智贺问道 慕容无言沉默 却不知如何解释 郑智冷酷道 你和轮回之主勾结 你借用他的铁王座 然后就让他吞取虚玄徒 是也不是 慕容无言顿时急了 怒道 郑智 你不要血口喷人 叶大哥只是借用虚玄徒 并无意吞取 他奇珍法宝多得很 怎么会寄予我们虚玄宗的东西 只要再过半个时辰 他就会把图卷还回来了 这番话落下 郑智听了后哈哈大笑 后面的守卫长老们也是惊呆了 慕容无言这么说 等同是承认虚玄徒的确落到轮回之主手中了 这可是虚玄宗最珍贵的法宝 如此重大变故 顿时触动天机 风云涌动 宗主正空也感受到了变故 如一轮烈日般破空降临下来 环顾四周 见到虚玄徒丢失不由的 脸色一尘道 无言 轮回之主拿走了虚玄徒 他现在在哪里 慕容无言不愿暴露夜尘的踪迹 宗主 轮回之主没有恶意 他很快就会把虚玄徒还回来 弟子可以用生命保证 虚玄徒若真的丢失 弟子愿意接受一切惩罚 郑智哼了一声道 虚玄徒乃本门重宝 由不得你胡闹 快说 轮回之主偷走了虚玄徒 跑到哪里去了 慕容无言紧咬牙关 始终不说 他知道如果说了 虚玄徒大举出动 夺回虚玄徒 那叶辰的计划就落空了 至少他要为叶辰拖延点时间 让叶辰完成其计划 此时的叶辰手里拿着虚玄徒 凌空降落到天里圣索废墟 透过虚玄徒 他隐隐之间 已经捕捉到了 虚玄宗那边的变动 看来 慕容无言暴露了 我得快点 叶辰心想着 来到绿洲边上 圣索废墟里的无无怪物 纷纷过来拜见叶辰 只是有封印的限制 他们也走不出来 被一层无形的屏障 阻挡住 尽凌空降落到尾层上 请不吝点赞给订阅